今天一开始来看到在基隆市安乐区基金一路 今天发生的公安意外 电信外包箱下午近三点前往某工厂拉电话线 因为线路要经过电梯内 有一位50多岁的无形工人 在五楼电梯口维修的时候 电梯竟然突然的无故往下坠 导致工人整个人卡在了三楼跟四楼之间 最后当场惨死 当时电梯其他工人全程目睹 却无能为力 场面触目惊心 警方随即封锁现场调查 至于详细事发原因还有待理清